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財政部次長 跟國有財產署副署長 委員好 次長你好 副署長你好 我今天有一系列的問題 因為接下來這個會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所以節省時間起見我切入重點 對於台灣現在目前很多漂亮的沙灘 全部都租給私人的財團 變成漂亮的沙灘你只能入住那個飯店 才能夠去對那個沙灘享有接近使用的權利 那些沙灘都被攔 都被那些私人的飯店業者攔起來 其他人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而那些沙灘有很多幾乎都是我們的國有地 那我現在就從這件事情開始 我先簡單的請教就是說 在北海岸 北海岸漂亮的沙灘大概屈指可數 其中有一段是在萬里翡翠灣那邊 這全部都是國有財產署的財產 我每次經過那邊的時候 我腦袋就在想說這個是國家的財產 我們國家基於什麼考慮用了什麼代價 把它租給私人的財團 讓私人的財團在那邊蓋了飯店以後 只有去那邊住飯店的人可以享受到那個沙灘 其他一般的人沒有辦法進去那個沙灘 進行正常的油漆活動 結果這個是我剛剛所調出來 前面國有財產署的地幕 這個是實際上面的地基圖 那我顏色有標的部分 全部都是你們已經租出去的 全部都是你們已經租出去的 那我調了租約出來看 我發現說 剛剛那個土地你們分兩個租約前 一個租約是從2002年到2012年 那租給太平洋翡翠灣飯店 每平方公尺的租金是0.8元 新台幣 新台幣0.8元 另外一份租約期間一模一樣 2002到2012 那每平方公尺的租金貴了一點 但是也只有多少 5.22元 我現在的問題是 今天是2016年 租約已經到期了 那按照我們的租認契約的關係是 本租約期間屆滿的時候 租認關係就終止 請問你們把土地收回來了嗎 是不是請副署長 可以可以 我請他上來就知道 我想這麼細的事情 市長可能不知道 各位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當初是因為 他是要蓋飯店旅館這部分 前面發生過的事情就不用再講了 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 土地收回來沒有 目前還沒有 為什麼沒有收 因為他原來就是經過 木立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的設置 所以他是依照那個 木立事業主管 合法的 註約不是到期了嗎 但是依照原來的規定 到期還可以 講到沒有違反相關企業 或沒有譽那個 木立事業主管 許可的經營連線的話 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跟他續約的 續約了嗎 這個部分我想請我還不是很清楚 我提醒你喔 現在是2016年喔 竹人契約什麼時候終止 2012年10月31號 現在2016年 沒有續約 你們土地還不收回來 國有財產署在做什麼 在獨立財團嗎 可以這樣做嗎 跟委員報告想 我們之前 大概我們委員 大概也有 張開過協調會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的承辦主義 是在積極處理當中 等一下先停一下 我從來不介入 任何飯店業者的這種協調會 所以你講話要清楚 我質詢以前 我一定先洩題 這題我之前 就已經告訴你們了 我一定會追究到底 2012年 租約到期 到2016年 現在土地還沒收回來 可以這樣幹嗎 這個是 他在你們層出的土地上面 蓋的東西 蓋這個東西有沒有違反租約 你也不知道 我可以清楚的告訴你 蓋這個東西是違反租約的 國有財產署採取了什麼行動 沒有嘛 你們可以這樣子用國家的財產嗎 你是在跟所有納稅人開玩笑嗎 之前可能出的 可能不是新政府 但是我要拜託新政府一件事情 有魄力一點 大刀託斧的 整頓這些不合理的現象 財政部 針對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允諾提報告 因為我今天問的問題 你們都沒有辦法回答 全部都在浪費我的時間 可以我們可以 第二個 你們在6月24號 發函 給 遠雄的這個基金會 這個事情我追了很久了 你們要他5日內提供第一期 綜合醫院建築的執照 請問他提供了沒有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送 他還沒有提供 好 他沒有提供 你告訴他的是說 預期要依租約元義處理 好你現在打算怎麼處理 你們把20公頃的土地租給人家 那我們上次在爭執的是 第一期的醫院根本不用這麼大 結果你們踢皮球給衛福部 衛福部踢皮球給內政部 幾個機關皮球踢來踢去 到今天都還沒有答案 誰要為了這件事情負責 就責的事情 我們可以慢慢追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你已經發函囉 叫他5天以內回覆喔 那趙騰雄非常的老大嘛 他根本沒有在理你們啊 你要我5日內回覆 我不理你啊 那請問你們要怎麼辦 我想我們就 之前我們是在 6月24號 喊起 聯合基金會提供 相關的建築執照嘛 那預期的話 我們就依照我們原來喊 就後續做處理 對啊那如何處理嘛 現在這個就是我的問題啊 因為 現在現在目前我看最新的資料是說 基金會提供建造執照啦 受到我們苗栗辦事處 那後續我們就要去知道 他建造執照的範圍 那個來修正那個租約的面積 不是嘛 那人家 你要人家提供 那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然後你現在還是要按照本來 看 他要用多大就出多大 你們面對這些台團會不會太軟弱啊 跟委員報告他現在目前 是已經最新提供 建造執照給我們苗栗辦事處 那我們就會審視他建造執照的 基地的範圍 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我們就盡速吧 盡速來 沒有從我開始追這件事情 到我們今天質詢 超過兩個 超過兩個月以上了 因為是 跟委員報告也是 最近才確定他的建造執照送來 好來 政府採購法第五條 代辦採購的法人 團體及受僱人及利害關係企業 不可以為該採購之投標廠商 或分包廠商 政府採購法做這樣子的規定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不要讓同一個關係企業 左手辦採購 右手是什麼 投標商 同一個關係企業嘛 自己辦採購 自己得標 這件事情我上次問過了 我到今天都還沒答案 財政部 針對有關於公益採券 去補助中國信託 然後呢 去幫他們做城堡 結果呢 結果他們按照政府採購法去辦採購 辦採購的公司叫台灣採券公司 得標的公司叫做中國信託人獸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市長你知不知道這兩個公司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齁 這個事情我繼續追的時候 我問金管會啊 金管會啊 金管會責任是撇得一乾二淨的 他說這跟他們沒有關係 他們只負責人獸保險端的 那就採購的部分呢 那個是財政部必須要去督導的 台灣採券 中國信託全部都是屬於什麼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 這個就是什麼 我剛剛所在講的 左手辦招標 那右手呢 右手竟然是投標廠商 而且你們用的是什麼標 你知道嗎 是最有利標耶 是最有利標耶 這個沒有違反政府採購法 可以這樣做嗎 跟委員報告 關於這個案子 事實上上一次委員在執行的時候也提到 那後續我們下去了解以後 因為他第一次招標的時候 總共有被打法定的 最低標是三家 那後來到最後呢 已經剩一家投標 對啊 所以你的親愛的解釋就是說 沒有辦法嘛 只有他投嘛 對吧 所以政府採購法的利益迴避 基本的規矩都不用手 然後你還讓他用什麼標 用最有利標來標 這個採購的金額你知道多少錢嗎 4億耶 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40萬還是400萬 那種人家看不起的藍珊耶 這個投標金額是4億耶 可以這樣做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採購法裡面 第15條的部分關於 就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 與採購有關的事項 那麼涉及到本人配偶三等親 與內血清淫親 這個是針對 或是同才共濟親屬的利益的時候 是個人的利益迴避 退吧 拜託喔 代辦採購的法人團體 及受僱人及關係企業 不可以違改採購之投標廠商 及分包廠商 我現在在跟你講這個法條 你現在在跟我講另外一個法條 關係企業 他們兩個是不是關係企業 我就跟你講啦 他是中國信託金融控股的百分之百的控股啊 這個不是關係企業 那什麼是關係企業 可以這樣做嗎 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可以請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不要耽誤接下來委員的時間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財政部 提出一個清楚的說明 你們為什麼會容忍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這個都不是你任內辦的事情啊 這個是前一任政府就發生的事情了 但是這樣的事情存在沒有被糾正 被容忍 那就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中國信託可以這樣幹 那以後其他的公司可不可以 要求比照辦理 為什麼中國信託可以其他公司不行 是因為中國信託政商關係比較好嗎 來再麻煩財政部齁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正明中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主委跟次長 謝謝我們 謝謝你 謝謝